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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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 哇,很辛苦 對我們今天到明天 真的是不簡單的學習的地方 今天 我們來看看 例外對 那個台灣人 一條路到底是 什麼路可以 挖出我們台灣人 真的有 挖命的路 我們台灣人真的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 真正的一條道路 今天我們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是因為完全相信 而且有的可能會聽到說 聽到台灣民政府到底是 什麼樣的組織 還是什麼樣的黨派 是不是 政黨 覺得第一次聽到說 台灣民政府是一個政黨的 請舉手看看 好,謝謝 對 那我們也過 在這個幾天呢 我們相信這個觀念 也慢慢的去修改 不過 人要改變自己的觀念 很困難 請問 請問我在 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真正 不好意思 謝謝 我跟北德郎的修改 談戀愛的時候 現在我的太太 我是古莎族 太兒主的 苗栗太兒主 好,來我們這樣談 好,來我們這樣談 這個我 這個準岳母呢 親自到 我的學校 看起來 煩啊煩啊 怪幼 我的小孩 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 那院長說 院長說 那你的女兒幾歲 我準岳母說 當然啊 這個是我自己的女兒 我自己有管理啊 但是她也是二十多歲了 後來 我們奮鬥了四年多 有一天 我對新的 騎乘機到塞雷 我的太太是對塞雷了 我對陶箭到業主 差不多十公尺左右 到十五公尺 我從那裡 從那裡騎到業主 三、四點 奇怪不出來了 那時候也沒有電話 後來之後呢 我們結婚了 那我的岳父母就跟我講說 實在 你真的 我看到這個年輕人 你這個年輕人是 蠻不錯啦 這樣 不過 我自己的觀念 什麼煩啊 要娶我的女兒 這個觀念 不可以啊 不過生了一個孩子的時候 哎唷 煩了孩子 也是苦水這樣 這是一個插曲 這次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我代表高砂祖 我們十七個人 我相信我們的秘書長 也跟你們解釋 一些事情的一些變動 本來是順序 本來是順序 代言人 他們帶我 那個 就是高幹的 整個的帶領者呢 因為那個觀念 我們這樣去分析的時候 一樣 是不是 國民黨的那個觀念 有緣在地 還是對台灣這個國家 有主管獨立的國家 獨立的國家 這個觀念是不是有緣在地 是不是 還是在 所以一個人的觀念 一個人的觀念 馬上改真的不簡單 但是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讓我們過去的經驗 跟現在 回顧一下 從小 年輕人 然後到年輕人 還是到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還是我們到現在六十幾歲 有的七十多歲 有的八十多歲 所以這個觀念要改 雖然 不夠容易 雖然是不容易 但是 我們可以還是回到 觀念 那個法理 法案 法源 跟法理 重新做一個定位 重新做一個評估 這樣我們才可以看見 是不是合理 那是對感情來講 還是合理來講 真正也是不一樣 就像我們 在台灣的 我們有的 有的人說 我也是台灣人 我分析至少有五種不一樣的台灣人 頭一個是 我是台灣人 我不擦 我沒得擦 這個政治 政治太黑暗 太黑暗了 其實太黑暗 實際上 因為他可能有過去的經驗 那覺得發現說 到底這個政治 是不是真正幫助我們 所以從這個過去黑暗的經驗裡面 發現說 原來 別擦政治就好了 其實我是牧師 我是牧師 對過期 從1988年到1989年 1990年 我們在環國土地的時候 行我頭對是 那個觀念 對古殺族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你牧師 不可以擦政治 你們牧師 好好做教會就好了 不要關心 不要去干涉教會 但是對於我們古殺族來說 你看我們在山上部落 在海邊也好 像整個我們14個族群來說 至少有43種的方言 我參加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 原民會 可以牧魚認證 我曾經也代表過打案的 這一些認證 就是去 命題委員會的委員 隨便不一樣的方言 還是這個族群呢 仍然還是要繼續推動 不過有人說 這句就是這樣說 這句話就是要這樣講 我說不一定的 我們再調整一下 我有的時候 觀念還是不能改 這個才是正確的 不過委入 語言真的也不容易 因為就像 流亡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 以前把太兒主 包括太魯閣主 跟賽德克主 那現在已經分了 那實際上 可能幾百年前是兄弟了 但是不可以通 不可以 委物不通 就是沒有辦法 做一些的互動 那這些觀念呢 是因為我們就看了 在這個原民會所組織的 有時候只是給你補貼 只是給你說 我們中華民國才是 你看有語言 有多種的語言 都非常自由 外表像 外表好像真正自由 是這上 還是被控制 所以特別我們當牧師的 在黃無土地的時候 特別在1988年 我們差不多快3000個人 那是對歷史來講 是頭一次 兩三千人 五三十對部落 來到台北市 都市在這裡 行我頭對抗議 那這個中華民國很聰明 鎮暴警察呢 頭前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去衝的時候 頭前都是 九三十的鎮暴警察 有的說 牧師也在那邊 所以我們幾個年輕 又跑到那個鎮暴警察又藏起來 但是他們說 牧師也是來了 不好意思 但是還是在那邊抗議 所以有的說 在部落裡面 在平地跟部落 不一樣的地方是 部落是 好像把牧師把他當作 一個核心人物 無論有信牙壽 還是沒有信牙壽 他們也會把牧師當作 什麼問題都會請教牧師 但是對北大來說 沒有了 因為你們自己的教育上 都是比較高 那整個的社區 或者是一個鎮 不一定是積極的 但是我們牧師是在部落 都積極的 不論是參加教會 還是沒有參加教會 都積極的 所以他說 既然政治黑暗 奇怪 牧師是怎麼參加政治 但是我發現 在政治裡面 你沒有去關心政治 政治就會霸佔你的心態 我們就發現說 這非常嚴重的 那假如說真正民主國家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必去關心 因為太多年輕人 太多年輕人都可以參與 都可以關心 都可以幫助 但是我們看看 很多人就會說 不要擦比較好 這樣平平安就好 但是真的平安嗎 你說平安嗎 哇 這幾天不是碰到他們 反正法院是他們自己開的嗎 已經貪了幾千萬 法院還要還給他 那我這塊的斗力 所以今天我們就回想 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弄清楚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實際上在開創台灣的歷史 開創我們真正突破這些流亡政府 流亡政權的這個執政呢 都要靠大家 那所以有的人說 這樣黑暗我就不參與 但是第二種是 有的說我是 我是台灣人 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 就好像養育我的父母親 我們怎麼可以推翻我們的父母親 對於小孩子 都是政府這樣恥我 國中高中大學 甚至留學 留學 這個都是你看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父母親 還要去干涉 還要去批判 這個就是 我們這個裡面的惡毒 那個觀念還不改 是不是還不改 當然啊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有這樣的機會 好的機會 好的機會 重新再一次 整頓我們今天的觀念 那有的人說 好 特別是公教人員 怎麼可以批判 干涉我們的政府 但是我也是台灣人 奔透台灣人 第三種 第三種是說 好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因為我的周先對中國大陸 這個是我特別掛火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改變說 中國大陸 來到這個地方 你們還要稱這個四個字嗎 中國就是中國 然後還有大陸 我去過巴西 三十多個小時的飛機 代表教會去參加開會 你看整個北半球 你看那些南美洲 你看那麼大的地方 整個也是大陸啊 美洲 美國的這個整個的一大片 也是大陸啊 所以 給我們這些洗腦 我們就說 中國 這個四個字 是最上 中國就是中國 那有的人說 後來 還是幾年後來 中國 一定超越美國 這個大家都 也是 大家很會講 反正有 你會超越我 他也會超越你 這個好像都 都可以說的樣子 但是在 實際上 不要說 吵來吵去啦 我們都是一家人啊 外傑夫啊 我岳父母啊 親友啊 都是 這個我應該要掛呼一下 外省人 這個掛呼 外省人 是最上 不是外省人 因為台灣就是不一樣啊 所以 這個我忘記把它掛呼了 有的人說 那為什麼要分呢 不是要主權分裂嗎 那第四種是 我是台灣人 然後 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本來就是靠民主選舉來 引回政權 不必靠中國 那 有的說 欸 台灣不肯定 中國啊 台灣就是台灣 一邊一國啊 什麼兩邊兩國 都沒關係 有一天 我們會有出頭天的一天 那 第五種是 我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那 ROC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是 Exile Government 是 流亡 政府 在台北 所以 這個我們 我們 我兩年前 還不知道 ROC 是流亡政府 用英文來講的話 那 我進到 民政府的時候 才發現 也是讓人騙 讓他騙 騙到今天 加菜 參與 任政府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那有的說 一般聯合國 一百七十七條 一百七十六條 他們規定說 成為一個國家 是 挖口台灣 的 東隊 的 人民 依靠 當地的人民 來 決定 決定 他們的 監督 這個好像 什麼 什麼 民動 民什麼 民什麼 動 比較喜歡講的 然後 我們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來 來講到 結果我們 我們 幾年前 我也參與 參與民進黨 然後我們幾個牧師 在那裡跳舞 有幾個 阿米斯 碰巧來 碰巧來 喔 就在那邊唱歌跳舞 哇 高高興興 這樣來 幫我們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大家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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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哇大家都高興 奇怪 李登輝 還是阿比 已經做了 十三年 然後阿比 八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的時間 有改嗎 也是一樣 所以 會覺得說 那時候大家非常感動啊 真是老眼睛 老眼睛 老眼睛 就是 還是會掉眼淚 咱們 那個場面 哇 我們對 山上這樣 坐車 自己開車 兩三小時 然後在那邊 到高雄 到台北 幫忙 民進黨 結果阿比 他說 第二任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台灣 把蓋作 新的台灣的國家 哇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哇 都高興 要命了 結果到最後 很可憐 一看到 你看 下坡 美國的 眾議員 去看 這幾天 去看阿比 他說 啊 可憐 大人 曾經說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兩成年 也是 我 代表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 然後跟阿比亞 一起照相 我 我用聖經 聖詩也給他 然後 我就用那個 打燕的那個 也給他說 希望能夠好好幫助台灣 哇 這樣好不好 哇 哇 這樣看到 想到 這樣 比慘 但是 還沒有絕望的 地步 這樣好不好 沒有絕望的地步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重新看看 我們自己 那這些 五種台灣人民類型呢 有的是用感情 然後都是在中華民國裡面的體制呢 或者中華民國的框框裡面 你怎麼改變 也是一樣 所以 難怪我們秘書長說 嚇到邦經啦 你出來就好了 但是古沙族不是邦經咧 嚇到 山山路啦 北路啦 你已經 跑到另外一座山 你迷路啦 那迷路嚇到 危險的地方 就又掉下去了 就一看 結果那個 消防隊不是 救難隊員 不是來叫 那個直升機 不是過來嗎 救了 結果他們不敢去 誰誰去救 對 高山族的 高山族的 高山族的年輕人 是 七年前 我在司馬庫斯 新竹縣 五峰鄉 司馬庫斯 假如你們有去過 你不去嗎 不錯 那是共同經營 我在那時候 我在那邊當牧師 我們就遭聚幾個 我們那個部落 原來是三四家 一起共同經營 那現在已經快二十多家 共同經營 那等於是自己部落 自己掌管自己 有一天呢 有一個背對的年輕人 失戀了 因為他的太太外遇了 然後就回到 回到司馬庫斯 安靜安靜 看我 是不是心情快樂不快樂 當然到司馬庫斯一定快樂 因為司馬庫斯 打樣一定會招待的更好 然後又打那個小米 然後又唱歌 不錯聽 你們有機會可以去一下 那他下來的時候 碰到那個中巴 結果他很好心的 他應該是走 靠右邊 但是他靠左邊 就仙矮峭壁的地方 因為他這樣走過來的時候 他想到說這個中巴可以走過來 然後他可以靠 仙矮那邊 結果他不小心 一直把 一直把過去 下去了 那下去呢 哇 大家愣住了 真的是好像在演電影 那司機下去了 那救難隊來呢 然後屍體在那邊 沒有人去 去抬 誰去抬 是馬庫斯的部落 年輕人 他們就下去 我們也下去了 因為還是高砂族 年輕人都非常壯 下去然後抬起來 把屍體帶過來 不只是這個地方 都沒路 那沒路 所以高砂族的少年人 青年幫助 背對的 買路的背對人 也是一樣 有時 你們 如果有看到 原住民還是高砂族的少年人 在都市買路的時候 也是一樣 幫助他們 這樣好不好 來好想 真正的台灣人 好想幫助 不一定 只有台灣人 還是高砂族的少年人 買路 我們裡面也是一樣 有沒有迷路過的 自己在都市內 奇怪這個路 已經二十二百多項了 要下去 奇怪 都不見了 所以民政府 執政的時候 這些都要改 都要去調整 問題是買路 不可以 有的路 不知道 什麼樣的路 是真正的路 好 這些都是 我們會覺得說 可以 但是我們看看 我們 應該還有第六種台灣人 什麼人 就是我們 在這裡奔透台灣人 那這個第六種呢 從法 法源 因為 你要認識 台灣民政府 認識 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還有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一些的法源 給我們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要繼續研究 三天這樣不夠 真的疼 有的人真的是很辛苦 特別是 有的高砂 高砂族 不一定讀那麼多 我不是說我們高砂族 不會讀書 會讀書 聰明的多的是 但是 因為山上工作嘛 阿密斯要去哪 雨啊 海邊 回來的時候 疼啊 累啊 哇 來到這個地方 在那坐坐坐坐 幾點鐘 一天 對 再起到 暗時 又未來再過來 哇 不簡單 我們拍手自己啊 真的不簡單 好 既然是這樣 那我們發現 真正給我們生命的價值 這一條火路呢 我們重新從 TCG 來看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台灣民政府 是在 美軍政府 軍事政府之下的 台灣民政府 那這些是 給我們更清楚 我們這一次去 美國的時候 因為馬上主張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應該是在台灣民政府 架構下的台灣政府 結果前面那一句話沒有說 說我們台灣政府成立了 哇 CIA就緊張了 你竟然跑到我們美國國土 來宣布台灣獨立 哇 秘書長也緊張了 大家緊張緊張 那所以我們四個人就 因為聽到秘書長的指令 我們就先回來 所以 特別是 有幾個對秘書長夫人 我發現 五路 然後又 又講那些話 我覺得說 啊 奇怪 這個人格的攻擊 真的是太過分了 我當牧師也會 為秘書長夫人 真的是 但是 還好 她說她跟我講說 亞夫 要不要回台灣 我當然要回台灣 還有跟他們這一批的 我們就先回來 不過還好 就是因為有先回來 等於說 沒有跟那一條 他們幾個人 十幾個人的一條 宣布台灣政府的 宣布成立 做一些分割 那這些的法源呢 非常清楚 其實大家都認識啊 但是那些法源 法源呢 就是 命令一條 戒令 一條法源 一條 規定 就是規定 你不能說 這個是我的土地 就像我們 假如我們用感情的話 整個台灣的土地 是不是高砂做個頭對 那是對感情來說 台灣都是高砂做個頭對 要怎麼辦 你們進來了 你們的祖先也進來了 然後又娶我們高砂族的 平埔族的小姐 沒話說啊 那我們沒有話講啊 你們厲害啊 所以有的說 一百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多 都是平埔族的血液啊 DNA去調查 都差不多 所以 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發現說 重新看看法源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 怎麼去理清呢 一定再重新看見 聖經有一句話說 使我們看見你的慈愛 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 他的聖母 這些都是任何的子民 然後不再轉向愚昧 讓慈愛誠實彼此相依 公義和和平彼此相近 這個就是聖經的一個方向 也是讓人民能夠看得見的一個目標 美國跟英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那美國人的祖先呢 他們就做五月五月花 逃難到現在的美國這個土地 這個誰接待他們知道嗎 印第安人 他們用什麼接待 用那個自己養的雞啦 任何種的一些山上 種的植物或者水果 都招待逃難來的 這批的美國人 所以才會有感恩節的來由 所以每年十一月 他們一定會紀念這個感恩節 其實真的是感謝 除了感謝上帝以外 感謝這個印第安人 招待流難逃難來的美國人 一直到現在 所以他們為什麼林肯 他能夠解放黑奴 他們發現說 應該一樣慈愛誠實 彼此相遇 公益和和平 彼此生活在一起 好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 TCG台語民政府 那我們就知道說 到底台語民政府的組織 從這個 這個在1952年 4月28日的 舊青山和平條約 還有1895年的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是日本講的 現在中華民國所講的是 馬關條約 這些都是 記得非常清楚 然後 你看 本來 滿清都是 永久各讓給日本 這個台灣跟澎湖 這個日本人一進來 奇怪 本來不是只有像這個蠶嗎 我給我的同胞看的時候 怎麼很像一條蟲 實際上右邊還有誰 在座的高砂族 自己拍手一下 要有信心 四五十年前 高砂族 年輕人到平地的時候 非常自卑 被欺負得要命 真的 就像我四十多年前 我從苗綠山上到大湖讀書的時候 也是被客家人欺負 那時候的客家人 那時候的客家人 你不會贏的 不是你喔 我這地來的 我的左右是男 你都是女同學 後面也是女同學 後面她說 煩啊煩 煩字煩字 煩內就是煩的孩子 我這樣走過去 那個女同學說 卡古虛得味 我走過來 然後右邊的女同學 卡古虛得味 請電腦 我差一點 你們再想講下去 我就殺你們 哇 愣住了 哇 犯人真的要出草 那不簡單 不過還好 那是真的 氣得要命真的是 殺也沒有用啊 但是發現說 咦 那是過去的嘛 不過現在 我們都既然 一起生活 你看 這個都是給我們 更好的機會 好 那既然有國際組織 然後有 非常好的法源 那從秘書長 帶領228個人的名字 在2006年10月24日 控告美國 一直到現在 全世界有控告 有沒有人控告美國 有嗎 你控告 不要說控告一個國家 你連控告一個人 你沒有實際的把握 你沒有實際的建固 沒有那個建固 凡被告呢 那何況是一個國家 所以 真的是不簡單 我們為我們的秘書長拍手一下 他真的是有政治的智慧 帶領我們出這一條火路 所以想到他 我就跟秘書長說 你真的很像在背台灣的十字架 那秘書長說 這樣好不好 所以 有的 因為我是牧師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經文來看 做一些彼此免禮 那有的是強大的君王 或是有一些計謀呢 那實際上都是 因為把卑微的人真正可以學習 那這個卑微呢 那這個卑微呢 不是卑鄙手段 這個卑微呢 是 卑鄙 真正愛學習的人 那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那我們走這一條正路呢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一起看 那問題就是 誰 我們看了 要找這一條活路呢 我們先看一看 到底哪一個人在阻礙我們這條活路 我們來思考一下 誰在阻礙本土台灣人的活路 不好意思 喝的喝應該放一個去掉 那現在就是 台灣人自己不清楚生活法源的路線 在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 The people on Taiwan 他們也講說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說 住在整個台灣人民的 所有的台灣人 所以剛剛不是談到說 有的政動是 來套貴酸固 來迎娶人民 秘書長常常常講 他說 奇怪 你們美國 美國人在反應說 奇怪 你們台灣人 要拱到 還是要選擇 是怎樣 都王的人 來參與 你們真的奔透台灣人的選擇 美國人都搞不清楚 奇怪 逃難的人 從中國逃難的人 從中國逃難的人來到台灣 竟然你們 還可以 他們還可以跟你們一起參與 選舉 當然美國人都不敢這樣說 台灣人欠你公 不好意思 實際上 本來就是公 狠狠 那真的是一個愚笨的呢 因為沒有話講 因為他們在掌控 中華民國都在掌控 所以一個逃難 然後逃離 自己的中國來到台灣 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真正不合理 真的不合理 就好像有一個逃難的人 來到你的家裡 你有土地那麼多 然後說 救命 救命 來幫忙一下 幫助 讓我能夠過生活 結果你很有愛心 溜疼心 來幫咱咱 都度過那個難關 後來 然後這個逃難的人 就一直幫助你的土地 到四十幾年 還是五十幾年 還是清除 ROC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 六十八年 在台灣 然後他們變成主人 然後逃難到你土地 在那裡救命的人 向你求救的 就變成成為主人了 然後把你耍 耍在一邊 所以甚至你的土地呢 跟逃難的人 你是一個主人 跟逃難的人 來決定你的土地 這樣合理嗎 沒有 真的沒有合理 本來就不合理 那像這樣的事情 那麼簡單 簡單的這個邏輯 我們還是想像不出來 屠博人 去年我們民政府有 將近五十個人 到屠博 到印度那邊去參觀 這個達賴喇嘛 我們也去了 不過我們同心講說 非常可憐 也沒有辦法到 這個地方呢 是西藏屠博人 向印度租那一塊地 然後要去討 討生活呢 要到印度的地方 街上也不容易 不容易去賺錢 你看他們在那個地方 還是做一個度過逃難的 很像真的是難民營 那請問一下 屠博人有沒有跟印度人 一起來決定印度的前途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有沒有決定他們選舉的事 然後參與 然後整個印度人來 突破人來掌控所有印度人 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是怎樣 中華民國來台灣 完全的相反 你看 強迫台灣人 強迫 狗殺族 真正在看著 回顧的時候 真可憐 我在三十多年前的時候 在一個地方募會 那時候 儲祭非常的盛行 把我們台灣的高殺族的少年 就去做買賣 然後被這些所謂的中國人 或者是比較喜歡嫖妓的人 就在那邊欺負 然後我太太呢 這個塞雷修教 哇 真勇敢 親自到這個 爸爸媽媽說 你在賣你的女兒的話 我就要控告你 把你關起來 我說哇 這個牧師娘怎麼那麼兇啊 結果還好 這個父母親就 以後就沒有賣 那有四個被賣 就是逃出來 那我們看兩個 已經成為非常好的媽媽了 所以我這樣看的時候 回顧她在少年的時候 非常可憐 那這一些誰做的孽 就是這些逃難的人 來到台灣的孽 真的是想來想去 哇真的 也不要出草了 等到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些都完全的改變 這樣好嗎 好 所以 在台灣的法源 實際上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那實際上都在幫助 這個中華民國的人 那另外呢 我們看這個他們不是在 你看美中台關係 這個都是騙人 什麼美中台 奇怪 這個中台到底是台中還是中台 台中還是中台 所以連這些詞記都會 中國人很會玩遊戲 文字遊戲 我們本來不知道 我跟我的太太 常常爭論的一件事情 我想可能是不是 好好的人 還是黑工人 人家不在 所以說 架雞隨雞 我說 奇怪什麼架雞隨雞 那是架狗隨狗 我們高砂主 沒有這樣的話 人就是人 還變成雞 狗 不曉得你們 所以這個觀念還是要改 我想我不是我們的祖先 是那個對岸的人 強迫我們這個觀念 所以後來不要這樣說了 不好意思 好這些 戰爭法一個鐵則 佔領不得移轉當地的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佔領就像美國征服 佔領台灣 然後 由蔣介石 代表四個盟軍來接受投降 在1945年8月15號 日本投降的時候 那在這個地方 本來他不能自己當作自己的 整個的主權都被他掌握 民事長有沒有跟你們講 你們看那個身份證 我那時候我本來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一看 奇怪有兩個零零 郎郎 兩個零零就是 代表中國人 只要一個零或是一二三 這個都是我們奔透台灣人 你看已經做標籤了 所以他們去刷的時候 一看用身份證 早就已經知道說 這就是 中國人 所謂的 外什麼神人 他們這個 這樣的話 那這些都是 不能就地 把那個主權移轉過來 就好像 一個人逃難到你這邊 然後就變成 他有主權跟你決定你的土地 一樣啊 那特別是流亡政府 更不能就地合法 這就是戰爭法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法源 難怪中華民國 二十三年 二三四年沒有開墾這個土地 假如你先侵占 也不要說侵占好了 你先去開墾這個土地 二三四年 沒人應答 沒人歡迎 這個土地是不是你的 大部分是你的 沒人啊 沒人開墾啊 所以為什麼用這樣的法源條例 來灌輸我們台灣人 其實他也要成為 他是流亡政府 他讓他自己就地合法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侵占台灣人 所以這些政權呢 我們期待 民政府壯大的時候 可以終止中華民國的 整個的體制 所以今天台灣人 我們秘書長 向美國控告 就是要大聲呼求 訴求台灣人呢 就是知道 整個要讓美國 它是佔領權的主要的權 只要主要佔領權的國家呢 來出面解決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一次 4月25 就是要正式地向美國 是因為出了差錯 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 不過秘書長說 還有下一次 正式地向美國要求 那當然我們已經要求很多次 他們也 美國也一步一步地帶領我們 來走這個旗子 來找出我們台灣的真正的活路 我們再回顧一下 秘書長這樣控告 然後聯邦地方法院 然後到高等法院 有判決五個項目 這樣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一起來是些什麼 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那實際上沒有國籍 就像因為屬於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有沒有國籍 沒有 所以我們是日本的成民 那有的人誤會說 那這樣我們也是日本人 我們是不是日本人 結果有的人說 他們為什麼這幾年 這個流亡政府一直在仇化日本 就是讓我們仇恨日本 原來他們已經知道了 三年前習近平現在的中國的總理 總書記 那三年前就到日本天皇 他要求說希望我們來買台灣 所以中國人已經知道 台灣不是屬於中國的 也不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那這些觀念你看全部都改變了 我們整個整個的政策都完全改變了 所以這邊吵來吵去 在立法院吵來吵去 其實他們吵來吵去 我告訴你們吵得更大聲 錢要的更多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真的是亂源的 好 那這個我們自己的認為說 以為是選舉日 我們高沙族 有一個流行的一句話 那獨到選舉的時候 你的門口 請問 關於沒關係 後門不能開 開開 正門可以開選舉的時候 後門就 後門可以開 後門可以開 因為那個都是錢 開的多 錢要的多 但是我們高沙族說 等到選舉的時候 那水溝 都是豬血 殺過的豬 因為選舉的時候 反正一頭豬這個部落 一頭豬那個部落 那個部落兩頭豬 哇 痛得 所以大家都高興 雙腿是不錯 雙腿是不錯 雙腿是還有錢 還有家 還有呢 整個的道路又改變 有新路了 但是平地人 平地沒有多久都翻路 都翻修了一條路 古沙族很可憐 等到選舉到兩三年才看到那個 路已經顛坡了 路已經坑坑洞洞了 然後選舉的時候 馬上乾淨 哇 這樣不錯 這樣重年 重年算過這樣比較好 這個台灣可憐 好 那這些我們要繼續 是不是讓中華民國繼續延續嗎 所以要讓它終止 就是讓我們民政府壯大 就是我們來到這邊 讓我們的親朋好友 我們向他們 告訴他們申請身份證 跟四千個人 至少四千個人受訊 實際上四千個人受訊 我們真的不夠贏 因為像有的真的要行政能力 或是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去做一些的 有擔當的 不能說全部都有 不過就是當然都有機會 但是我在山上的時候 我最先不會先去找這些公教人員 也不會去找一些當國縣議官議員 是代表 是鄉頂 當村長 鄉長 因為他們在這個流亡政權裡面 他們什麼都吃香喝辣都是已經 然後民政府一來又是他們 這樣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盡量真正有心的人 不一定當國有一些經驗 但是我們反正都有這樣的經驗來去做 然後好好去做 學習 一年就應該沒問題 一定會進入狀況 那今天秘書長講說 不能篡改的一個高砂族這個名稱 在整個高砂族呢 他們以前有的人說 我們在去年在討論這個 原來我們本來說原住民州 高雄州 台南州 台中州 新竹州 以花東州 然後整個原住民州這樣 然後後來秘書長就給我們提醒 其實原住民原來應該要回到高砂這個名稱 我們大家愣住了 秘書長我們已經為了這個原住民爭取了十幾年 正民運動 在那邊去還我土地的時候 為了正民運動在那邊跟那個正報警察 在那邊抗衡 結果秘書長就解釋 就像台灣當作福爾摩沙的這個名稱也是一樣 雖然是原住民 但是還是給我們分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原來是三地三包嘛 對不對 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綠三包 綠四包 奇怪 然後又換這個平地原住民 然後平地 難道平地的人都是住在平地嗎 也是在山頂也有啊 對不對 也是去討這個漁夫 做漁夫也是一樣 有台灣人 有個 特別是阿密斯 真的厲害 阿密斯全世界都有 阿密斯真的很厲害 阿密斯 阿拉伯去別的國家幾乎都有阿密斯的小鐘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們要帶頭幫助高砂族 能夠來衝撞這個 終止這個流亡政權 阿拉伯 阿拉伯 阿密斯 好 阿拉伯 阿拉伯是謝謝 我說阿拉伯也是說好啊 好 在1923年呢 原來他們都以為是藩人 不過在黃太子 來到台灣巡視的時候 因為他們把那個藩人當作被歧視 在清朝時代 後來這個太子呢 日本的太子說 咦 怎麼可以把他當作藩人 當作野蠻人 喔 阿密斯 這個高砂族又會唱歌 又會跳 又會爬山 又爬到海裡 深山海裡 什麼都做 哇 都那麼厲害 而且是 你看住在高山 高山呢 又那麼漂亮的 哇 要稱為高山 Tagasago Tagasago就是尊城 是非常 非常美的地方 就像福爾摩沙 Formosa Beautiful Island 非常漂亮的島 寶島 所以福爾摩沙也是當作被尊城 這樣的歷史呢 因為以後的 三地三胞或是原住民之簡稱 來稱為原住民的時候 以後的平埔族 以後的台灣人 無論平地人 一百年 兩百年以後 他們也會說 我們也是原住民 你看 我的祖先在台灣也是 剛才在台灣 這麼久啊 也是七百年 五百年 或是一千年 我們也是原住民 這個都會換了 後來我們也在想 就像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紐西蘭他們 他不會講說 Indian Maori tribe 或是 Maori people 沒有 他不會說 Indian Maori people 毛利主 沒有 毛利主就是毛利主 一下子聽到說毛利主 就是在紐西蘭 就像加拿大的六國 他們 六個國主 他們把六個族群放在一起 然後就建構他們自己的組織 生活組織的架構 那我們也去訪問過 那他們也討論這樣的族群 所以他們不會說 山地人或是印第安人的 什麼Unipic族 或是什麼族 沒有 直接講什麼族 所以同樣的 只有高沙族 才不會被淹沒 因為原住民的時候 以後剛剛所講的 將來都是原住民 大家住在這個地方 但是一聽到高沙族 高沙族 高沙族 晚來這樣 原來就是這樣 讓他們很清楚說 其實不是說要分 是因為語言文化族群 當然會 大家彼此分享 混用 台灣人就是混用 就像我們高沙族是 分享是我們最特殊的一個文化的特質 所以同樣的 我們也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高沙族 要把習慣打卡三個 以後的高沙族事務委員會 整個的任何政策 我們都是高 我們高沙族來做一些認定 因為秘書長也告訴我們說 有那麼多州 高雄州 台南州 然後高沙 高沙族事務委員會 整個都來掌管整個 全台灣的高沙族的生活 所以雖然有不同的福利政策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研究 所以在座的我們幾個高沙族 假如你真的發現 你的這個年輕人 還是我們 無論是在山上也好 無論在都市也好 他們有這樣的經驗 讓他們經驗來貢獻我們高沙族 這個也是我們也期待的一個計畫 那第二個我們看看中華民國的正面目 他們常常用台灣來去掩蓋 中華民國的醜陋 那他們說 我們來選擇中華民國總統 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會不會講中華民國總統 有嗎 沒有 我們選擇台灣人總統這樣好不好 然後跑到美國我們是台灣總統 奇怪 我們看看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會變成 你看 他們以為說馬政府就是台灣政府 還是台灣總統 你看 在 在八八水災的時候 這個八八水災 美軍登陸到台灣 其實他早就 美軍已經三天前 在八八水災之前的三天 已經警告我們這個流亡政府 所以會發生大水災 然後吐石流 他們不聽話 那三天以後真的是垮下來 所以一些的平鋪族的部落 全部都被淹沒 那誰先到物資來幫助台灣人民 這是美軍 結果他們 他們以為說 這是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以為說三十年第一次 因為他們把中華民國當作台灣來看 那這些都是 但是 誤認為 唯一的中華民國的合法 就是他們自稱的中華民國 實際上是不是 那現在把台灣關係法改成為治理當局 那這一些 我們看看 斷交以後 真的實際上 不但是欺騙 也整個在 門面是把它當作台灣來看 實際上都是活在中華民國 在中國人的腦筋 或是生活之下 一直在欺騙我們台灣人 當作 特別是 228受難者 那有的是 回顧228事件 真的慘痛的經驗 那在紀念碑呢 嘉義這個地方 來蓋那個228事件 228的紀念碑 那實際上 單單 到底我們要用賠償還是要補償來 國民黨跟民進黨就在那邊爭論 為什麼說要賠償 我們又沒有欠台灣人 我們來做補償就可以了 不過民進黨說不行 一定要賠償 因為這是你們欺負台灣人民 結果標決以後 還是輸啊 你看好像選舉有公平 但是到最後 還是沒有公平 沒有合理啊 這就是今天我們台灣的生活面 那無論是美國在跟中國的三個聯合公報裡面 幾乎都是把當作 在舊金商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日生效以後 我們看看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 曾經或者是敢違背這個舊金商和平條約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也沒有人 一直到現在 所以去年不是在八月的時候 把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民俗長控告美國 後來把中華民國這個四個字 下架 改為台灣 我們這次去美國我們也試試看 我們也 我們都帶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身份證 去看看 到底有什麼功效 有什麼能力 我們就拿了我們中華民 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 是我們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然後就到美國海關 一看 有沒有Passport 實際上Passport是一個違法的 結果一看 他有沒有出生意 海關也沒有進去 然後我們有 17個人當中 我們有7個人進入到國務院 國務院的第一關 我們還是用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來去刷卡 他一看我們就 名單表都在裡面 這樣一刷進去 我們也通過了 所以也是5號 所以這個台灣政府的這個身份證 5號 所以不要說 你們這個詐騙集團自己做 詐騙集團還會到美國 厲害 好 這個就到了 整個的生活方面都在 摧殘這個法理的根據 那我們來看看 中華民國的這些的正面目 第一個 中華民國本來就不是台灣嘛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呢 也沒有台灣 也沒有澎湖這一塊土地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包括中國 只不過是中華民國欺騙我們台灣時候 還有徵修條文 憲法是一大堆喔 然後用徵修條文 這個徵修條文來度過 來騙整個台灣人民的生活 而沒有去動 這個整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個厲害喔 這個詐騙集團更厲害 這個才是真正的什麼 賣飲酒 什麼 賣飲酒 你在聽喔 好 那在 十月 中華民國把它當作 十月二十五是當作什麼 什麼光復 有啦 光復我們整個台灣人的土地了 光復我們整個台灣人的小姐了 那這些都是實際上的根本不等於 然後兩岸的中國人 根本沒有把台灣人放在裡面 開羅宣言呢 到了舊金山和平 你們知道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就是基辛吉 英國還有 秋吉兒的還有蔣介石 他們三個這個領袖呢 只是在那邊做一個聊 然後再做一個memo 只是一個便條子 就變成成為他們開羅宣言 但是整國際法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日生效以後 這個開羅宣言就失效了 這要清楚 假如我們考試的話也會考 不過我們不必考試 我們放在心裡就好了 好 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代管而已 就好像今天你委託我 會不會有一天結束的一天 當我受委託的時候 是不是我永遠受委託 沒有這樣就你了 受到委託 沒有陰陰萬萬的 委託沒有永遠的 只有有一天會結束 這就是我們今天台灣民政府 起來的一天 然後 知道那個 關稅領域區嗎 關稅領域區是 是為了台灣人民的權力 人權 美國幫助我們 是因為它是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 我們台灣 征服台灣 所以讓我們的貿易 能夠跟其他的國家 有來往 只有成立一個關稅領域區 所以關稅領域區的意思 簡單來說 就是你是被佔領 你是被征服的 一個 一個組織 一個政府 所以這個都是要清楚 那陳水扁連戰說 陳水扁卻國 那我們看到那個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他不是說第二任連任的時候 我一定會改變這個台灣的國 國號嗎 結果到最後他發現 不可以 因為中華民國有一條 陳水扁他就任所謂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我是第幾任的中華民國的總統 在這邊宣誓 第二個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第三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四個 假若 以上 違背誓約者 104條在等待他 是什麼 死刑一條 除了判亂 死刑 要判死刑 沒當者就是沒當者 結果我們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 我參加民政府才知道 才知道說阿扁說 我沒當者就是沒當者 我來尿氣 原來是這樣 差一點也是被他騙去了 所以 美國國務院或是曾經擔任過布希的 都講說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 nation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這些都是 你知道李登輝 為什麼不能動審 因為本來是要廢審 然後最後動審 知道嗎 也聽過了 是什麼 對 所以假如廢掉的時候 民政府就沒有了 就會廢掉了 就像 在這個我看看 你看 我這個警備總司令部是最厲害的一個單位 殺就殺 出草就出草 靠家人 這個就是 兩個 一個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就是原來 美國委託蔣介石 要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他的前身就是台灣人民政府 就是民政府 結果就把他改掉了 改到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後來以後改什麼 省政府 這個行政長官公署就改為省政府 然後 前面這個台灣幾倍總司令部 最後 最後就 原來他 有一個是 本來是這個就是軍事政府的 這個警備總司令部的前身就是軍事政府 所以一個是人民政府 一個是軍事政府 來平衡 來幫助當地人 茁壯以後 成為一個走正式的國家呢 還是做一個聯邦呢 那個就是要看那個地方的 它的形狀 就像菲律賓一樣 美國征服菲律賓37年 那在這個37年當中呢 他成立民政府 然後軍事政府 成為 菲律賓民政府 茁壯以後 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美國就幫助菲律賓成為獨立的國家 那琉球 金奈娃 也是一樣的民政府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協商 跟美國總統協商 日本跟美國總統協商以後 那琉球就緩緩 然後到日本 好 這一些 我們看 台灣本來不是中國人 真正的身份就是 Chinese Taipei 就像French London 好像也 還有 上海 Korea上海 好像比利時 London 這些都是 因為 Chinese Chinese 就對 這樣好不好 搞不好以後有 美國不是有NBA嗎 以後有TBA 說不定 台灣 就像NBA一樣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因為被照顧了 你看那個余虹開 紅葉隊的第一 第一屆的少幫隊 他們不是都很強嗎 結果一看余虹開到最後 就沒有被好好照顧 去酒的去酒 喝酒 楊商館本來是好的 也是喝酒 喜悄悄 因為沒有被照顧 我們那個新竹的打印 你看 從國小到國中 全台灣 馬拉松第一名 而且前面十 十名都是史馬庫斯 星光來的 打赤腳 跑馬拉松 結果我們現在沒有 默默無聞 為什麼 都是中華民國 越想越起 所以我們將來台灣政府的時候 在我們民政府成立以後 成為台灣政府 這些運動 歌舞 一定有很漂亮 分享台灣本土的文化 不是只有好人 還是學工人 高三種 也是逼出分享 這樣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要看大家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 除了看到這樣的事情以後 我們這些我們整個 我們高砂祖 覺醒的一些生活的路線 雖然是被稱為這樣 沒有關係 我們重新建構高砂祖真正的文化 那保留地 土地所有權 黃文土地 這些的問題 在高砂祖 我們以後自己掌管自己的政策的時候 土地 我其實我兩年前 我一聽到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去聽 在田中 雲林田中那個地方 那我就一問兩個問題 給問秘書長 秘書長 請問一下秘書長 假如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們怎麼對待台灣原住民 那時候我講說台灣原住民 秘書長馬上講兩件事 第一件 傳統領域 歸給你們 哇 高興的要命 歸還給原住民高砂祖 那時候我還沒有改高砂祖 然後整個土地呢 你們自己管理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最先需要的 對不對 對 阿密斯 潘沙拉 白旺 所有的魯海 還有台灣 全部都在 整個看見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機會 因為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們大家不要絕望 不要失望 所以這條活路也是 你我大家會參加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最後就我們看看這個 你看最 那時候我們設計台灣 還我土地 哇 那時候大家很緊張 還我土地 還我土地 結果有幾個高砂祖 說 還我太太 我嚇一跳 還我土地 還有還我太太 原來就是因為有的太太跑掉了 跟著平地人跑掉了 所以說還我土地 有的人說還我太太 真的是高砂祖很可愛 你看這些都是 阿密斯也在抗議 你看那麼廣大的阿密斯的土地 都被中華民國霸佔了 那台唐也被中華民國 整個都霸佔高砂祖的土地 所以我們都有這樣的權利 所以我們想到這樣的時候真的是 你看阿密斯真的很可愛 各族群都很可愛 好 最後 這些本來說學費大學貸款都可以 還好我們秘書長說 現在有將近95萬的大學生貸款的 當我們執政的時候 變形 哇 這樣 變形 所以我們說趕快貸款 結果說可以貸款 但是貸款只有那個部分貸款 不能全部貸款 好 我們的母語 特別是我們自己的族語呢 盡量多學習 我們有14個族群 還有火龍 還有客家人 整個族群重新再建構 希望能夠大家的參與 所以今天三天不夠 特別來的少年人 你們不是有Facebook嗎 Facebook Facebook 你們善用Facebook Facebook來好好去動用 然後來幫助年輕人 然後你們在 像我們這個六七十歲的 還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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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單手 你們非時不可不必看啊 這樣 好 最後就有一句話非常好 只要行公義 好憐憫存千輩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這個上帝真的是公義的上帝 都在我們當中 你不論相信任何的上帝 你把這個公義行在台灣 我們台灣政府一定是真正的 上帝重用的地方 這樣謝謝 請多謝各位 好 大家先請坐 我們八點半是我們的分組研討 八點半我先跟大家報告 好 提供